家伙们,随着新加坡和中国互相免签之后 很多国人选择到新加坡来旅游 特别是过去的7月份旅游逛季 新加坡迎来了160万人的游客总数 其中四分之一是来自于中国 其中就有不少的人打起了歪主意,动起了歪脑筋 例如有这么一帮人 他们组团打飞滴 来新加坡不是旅游,是来干什么呢 入门行窃 那么在2024年6月到8月期间 新加坡总共大概是发生了十多起的入门行窃案 主要发生的地点是位于新加坡的传统富人区 五级芝麻一带 如果有在新加坡生活过工作过的人都知道 这个区域的房屋主要是以连排别墅和优质别墅为主 价值不菲 于是这些国际大道就趁着私下无人的时候入门行窃 新加坡警察部队就在鸦龙的一个连锁酒店抓到了罪犯 并且起货了很多的名牌包,名牌手表 甚至是珠宝钻石耳钉耳环 总价值超过60多万新币 约合300多万人民币 新加坡警察部队已经抓到了三名嫌疑犯 通过监控设备 确认了另外14名在逃的嫌疑犯 不过在新加坡被抓到了 不单单是罚款坐牢这么简单 并且新加坡还有一个令罪犯文风丧胆的情况 叫做编刑